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老黑频道 这期节目开头我先抛一个政治不太正确的观点 就是说我特别希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位独裁者 当然了这个独裁者人不能太坏 是一个比较好的独裁者 就是类似于像台湾的贾经国 像西班牙的弗朗哥 我希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位这样的独裁者 因为美国在历史上这几百年来 就没有真正意义上出现过独裁者 当然出现过像罗斯福这样权力最大的总统 但是也没有干过什么太过于过火的事情 所以我就想现在西方世界一些积累的弊病 需要一位强势的独裁者才能够把他给跟除掉 我这么一说肯定有很多人都十分不爽 你老黑你怎么可以去提出这么一个政治不正确的观点呢 话题说到这里呢 那我先卖个关子 我先给大家推荐一个纪录片 这个纪录片已经发到我的推特上去了 目前这些视频呢都存在这个pilot上面 你看这个每一集 他这个连接呀都是在那个pilot上面 pilot的连接一共是做了十集啊 每一集大概十一二分钟 十四五分钟 总共的也就两个小时 可以这么说 任何一个傻白甜小青心如果说能够完整的把这十集都看完 并且深入思考的话 都会去支持川普 不可能再去支持民主党 不可能去支持拜登 希拉里 奥巴马 因为这部纪录片讲述了非常多邪恶的事情啊 当然这些纪录片的内容我也就不说细节了 我就概括笼统的按照我的理解去聊吧 这几天最让大家气愤的就是一个真假媒体的这么一个问题啊 我今天我还看到一个特别让人振奋的画面啊 是大纪元的记者 他走到大纪上去采访 是一个非常帅的白人小伙 他去采访的时候 得到了别人很多人的爱戴 这个人我知道啊 我喜欢你 你是好样的 我们都看你的节目 说这个大纪元好样的 都在夸大纪元 这说明什么问题 这就说明很多美国人已经放弃那些 所谓的传统主流媒体了 那些传统主流媒体已经是作恶太深了 你要是放在十年前 二十年前 三十年前 那时候这个媒体啊 这种信息传递也没那么发达 就是那些媒体 他们能够忽悠住人 他们能够骗住人 但是现在已经骗不住人了 很多人已经开始不看那些主流媒体了 这个主流媒体啊 他为什么这么坏呢 就是一天到晚盯着川普啊 去曲解川普 自从川普当上总统以后 就开始不遗余力的 去抹黑川普 去打压川普啊 川普在任期之内 做了哪些政绩啊 一个都不报道 时时刻刻去盯着川普 一些不好的地方 比方说主流媒体 说川普侮辱残疾人啊 说川普模仿残疾人说话了 而真正的事实是什么呢 真正的事实是川普 他去讽复那几个说假话的记者 那几个说假话的记者 假扮残疾人 川普去模仿那几个说谎的记者 结果就被媒体曲解为啊 川普他侮辱残疾人 那些傻白甜们 那些小青星们 看问题 他们只看表面 他们只喜欢看一些让自己喜欢的东西 只喜欢看那些表面上很光鲜亮丽的东西 而像我这样的媒体人 我喜欢干嘛 我喜欢把这个光鲜亮丽的外表给撕下来 把里面的剥开给你看看 里面是浓还是血还是粪 还是水还是尿 我让你看清楚啊 什么叫驴粪蛋的表面光 你不要看加拿大的什么特鲁多 你不要看法国的马克龙 都是表面光鲜 实际上屁股底下都是屎都不干净 只不过那些傻白甜小青星 他们不想去看这些 他们只看表面 他们有功夫可能就去打游戏去了 有功夫可能就去看综艺节目去了 他们不想在追求真相上面 去花费自己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所以我在说嘛 这么一个纪录片呀 一共也就两个小时啊 那些傻白甜们啊 那些小青星们 把这个纪录片看完之后 想一想啊 这个世界不是你所想象的那种样子啊 很多事情啊 你之所以认为你什么都知道 你什么你都了解 换了解都想想 是不是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大手 他就希望你有这种认知 他就希望让你感觉自己什么都知道 感觉自己什么都懂 其实这正是他们希望看到的结果 他们想让你去仇恨川普 背后那一个无形的大手 他就是不停的在传播仇恨 让人们去讨厌川普啊 那些傻白甜小青星 想过没有啊 一天到晚说川普独裁者 讨厌川普 你能真真正正的找一个 能够让我心服口服讨厌的理由吗 没有 就是讨厌 就是讨厌 为什么讨厌 主流媒体说他是坏的 那主流媒体有错吗 是吧 主流媒体说川普坏了 那就是坏的 那我还要思考吗 主流媒体已经替我思考了 小青星傻白甜 是不是这么一个意思啊 你之所以 你之所以讨厌川普 你仇恨川普 正是背后那个无形的手 他希望看到你 去仇恨川普 他做到了 而且这些人 他们在仇恨川普的同时啊 内心当中是充满了仇恨 充满了憎恶 这是不是跟当初的中国的文革呀 斗地主要是不是特别的相似呢 相似的地方在哪里啊 内心有仇恨的人容易被控制 当你仇恨川普的时候 当你一提到川普 你又开始仇恨的时候 你又开始愤怒的时候 你就已经被控制了 控制你的大脑 就会控制你的言行 所以说那些BLM跟那些安提法 他才可以上街去 身体力行的去打打抢烧 先是一个假媒体假信息 然后像你灌输仇恨 传谋仇恨 当你真正仇恨的时候 就控制你的大脑 然后进而去控制你的行为 那么说到这里 很多人就想了 那个假媒体 他们为什么这么坏呢 是不是 你看那些CNNVOA BBC啊 简单的理解啊 跟中共勾结 利益勾结 我跟你讲 实际上那些媒体界的大佬 他们也都是马前卒 包括像希拉里 像佩洛西 像奥巴马 像这些人 他们都是马前卒 他们只是在表面上的 只是在台面上的 你看着一个个的媒体大佬 政治大佬 金融大佬 是台面上的 像索罗斯这样 台面上的 这是你能够看得着的 实际上他们都是马前卒 背后有一个无形的 影子政府啊 背后有一个无形的影子政府 他们在操控这么一个世界啊 之前呢 我认为这是一个阴谋论啊 但是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这种证据啊 或者说是事件啊 诡异的事件 能够证明这个影子政府是真实存在的 你比方说一系列的离奇死亡事件啊 你比方说调查那个爱波斯党的记者啊 调查那个欢乐岛的记者 离奇死亡啊 调查海地的人三府的记者也是离奇死亡 还有包括调查希拉里邮件门的 这应该是最近的一件事了啊 希拉里不是删除了自己几万封邮件吗 而且还把相关的电脑啊 硬盘啊给烧得一干二净 自以为是删除了一干二净啊 结果不成想出了一个阿桑奇啊 阿桑奇被追杀 阿桑奇人多聪明啊 是吧 他知道黑幕呀 他知道希拉里的手段呀 所以说躲在恶瓜多尔住英国领事馆里面 一躲躲了七八年 身体都发霉了 都臭了 都不敢出来 这是聪明的 那些反应慢一点的还试图去调查真相的那些记者啊 或者说是私家侦探也好 都被 包括有一些内部反水的人啊 去揭发这些黑幕的人 他们准备去上庭去作证的时候 也莫名其妙的 要么就是自杀了 要么就是失踪了 要么就是莫名其妙的啊 人没了 而且还很奇怪啊 有很多人他们就认为啊 美国有很多黑幕腐败 所以说要像FBI 要像CIA 像这种像这种部门去举报去报案 这是国家正义的力量 实际上啊 谁的库档里都有屎啊 谁都不干净啊 有些人就是因为像那个FBI报案过后 人没了 想想可怕不可怕 想一想川普说的这个沼泽里 藏了多少条鳄鱼 可想而知啊 这些沼泽地里面的鳄鱼 他们是有多少的罪恶啊 他们有多少罪恶呢 这里呢 我也不一一列举啊 我在这里呢 我发到我推特上的世界纪录片 你们自己去看吧啊 所以说你才能够去理解 不管说是硅谷的 华尔街的 媒体界的 政界的 包括共和党内部的 有这么多人反对川普 这是因为这背后这么一个影子政府 他们做的恶太多了 他们此时此刻团结起来了 他们没有想到 川普这么一个政治素人 能够有这么大的能量 他们是感觉到危险了 他们在打压川普的目的是什么呀 他就是为了掩盖自己之前犯下的罪恶 那很多人都说了 不就是选总统吗 这一届选不了 下一届再选吗 四年之后还是一条好汉 是吧 我跟你讲 没那么简单 没那么容易啊 你这一次川普不排干爪子 川普如果说败选了 我跟你说 川普 有生命危险的 我可以负责任的下这么一个判断 现在川普他还是总统 是吧 有这么一个国家机器的这么一个保卫力量 去保卫着川普 川普他生命暂时还没有受到威胁 一旦他不是总统了 一旦他下野了 失去这么一个国家力量的保护 川普他肯定危险 因为川普他知道的太多了 想想其实还是蛮后怕的 因为在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几个伟大的总统 他们试图想去把这个背后的影子政府给干掉 但是都失败了 第一个就是林肯 第二个就是肯尼迪 这两个总统 他们都试图摆脱背后影子政府的控制 想去通过一些新政 去摆脱这些影子政府 但是那背后的大佬肯撒手吗 那些背后的大佬 他们控制多少资源 他们控制的是这种全球的情报网 控制的是全球的精英 包括很多那些国家首脑正要 说难听一点 你别看他们光线亮丽的 天天出现在各种各样的媒体 图版图条 实际上一个个都是提线木偶 那些影子政府背后的大佬是谁 其实我也不知道 我是一个小小的自媒体人 我信息的获取学道 不可能这么通天吧 咱们就是看现象 然后去推理一个真相 去提出一个合理的质疑跟假设 这背后有一个庞大的影子政府 当然了像我今天推荐了这么一个纪录片 我也希望朋友们是带着脑子去看 你信与不信 这是一方面 但是一定要给自己建立起一个全新的思维方式 像我给大家推荐这么一个纪录片 就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思考问题的视角 大家可以尝试着站着一个全新的视角去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有很多东西不光是你不信 其实我也是存疑的 知道吗 我也是带着一个怀疑的这种心态 去看待某些事情 有些事情我也在思考我也在取证 但是你也不可不信 有很多事情是有事实依据的 那这部纪录片里面也提到了 这个背后的影子政府 他是给了很多组织提供资金的 比方说当初的列宁 给列宁提供资金 让列宁搞共产主义 搞成了 里面也提到给希特勒资金 那这再往细了我就不说了 越说就越玄乎了 越说就越阴谋论了 反正我觉得这部纪录片 非常值得大家一看 大家如果说能够站在一个全新的视角 去看待问题 马上就豁然开朗 至于哪些东西是真 哪些东西是假呢 你就要问问自己了 那么回到今天节目的开头 我就说 我就特别希望美国能够出现一个独裁者 不是那么坏的独裁者 但是起码能把背后的影子政府 把他给抓出来 把他给粉碎掉 因为这背后的这么一个影子政府 他是对于美国的宪法 对于美国的传统价值观 对于美国基督精神 威胁最大的 就是这么一个影子政府 美国建国200多年 从林肯时代 这个影子政府就已经存在了 到现在都没有把他给连根拔去 反而是越来越壮大 那么只有可能出现一位 非常强势的独裁者 他才有可能去终结这一切 什么是独裁 掌控军队 掌控媒体 然后又是民心所向 这才是独裁 然后掌握这些东西 他才可以去打破一个旧世界 创造出一个新世界出来 举一个反面教材 就是一个毛泽东 当然了毛泽东是一个非常坏的独裁者 他就是打破了一个世界 然后又建造了一个世界 当初一个举步蹒跚的 一个民主的中华民国 被毛泽东给打破了 然后又打到了一个 罪恶的社会主义中国 这是毛泽东 这是一个反面教材 但是出现一个善良的独裁者 一个有报复的独裁者 他觉得我要成大事 我要留名千古 我必须要掌握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 然后我凭借这个权力 我再把美国最大的威胁 影响着美国价值观 影响着美国宪法 美国精神的背后的影子政府 我把他给彻底的抓出来 彻底的把他给粉碎掉 那么他就真的是流名千古了 就是伟人了 那么可能在将来500年 1000年以后 他的历史上的地位 就有可能像跟亚历山大 或者说像华盛顿 跟这些人齐名了 现在美国是缺这样的一位独裁者 我从这个角度去出发的话 大家应该能够理解 我想要表达的意思了吧 因为现在美国 以及整个世界全球政坛领域 这个沼子里面藏的大恶太深了 所以我上期节目我才说 就是说多美尼素贝软件 真相大败以后 真的是要掀起一个 全球范围内的一个政治海啸 因为现在真的不是10年 20年年30年前了 人们获取信息 就是要么报纸要么电视 没有电视的时候 那就是报纸 那人们获取信息 特别单一的时候 是容易被脑控的 容易被操控的 现在不一样 现在是一个信息时代 现在信息传递的成本几乎为零 到时候如果人人都知道 这么一个多美尼的 这么一个系统 操控了委内尔拉 操控了美国 像其他很多国家 都非常的值得怀疑 像加拿大特鲁多 韩国文在寅 法国马克龙 德国默克尔 西班牙桑切斯 甚至说英国的约翰逊 这里值得怀疑的人 值得怀疑的事情太多了 到时候肯定会掀起一轮 新的这种排杆沼泽运动 全球范围内的这种排杆沼泽 那就是一个右翼崛起的时代 所以说这次美国大选 意义是多么的重大 大家一定要搞清楚 到最后再推荐大家 一定要去把这个纪录片 完整的看一遍 那些傻白甜们小清新们 你们只喜欢看那些媒体 报道一些高大上的东西 一些表面光亮的东西 表面光鲜亮丽的东西 现在你看这个纪录片 把这些表面上光鲜亮丽的东西 你把它给撕开了 看看里面 看看里面掺着血 掺着脓 掺着粪 有多臭 有多坏 就看看这个 至于信与不信 那就考验你自己的智商了 好吧 这一节目就聊到这里 咱们下期再见 再嗅嗅这瓶酒